心理健康出現時,我們可能會生病,而心理狀況不好會削弱我們的免疫系統。 當我們感到不開心、焦慮或有壓力時,很難保持自身的活力和良好的社交關係。 因此,心理健康絕對影響我們的思考、感受、行為和人交往,可以好好享受日常活動。 關愛自我健康,心理呵護必不可少 愛健康節目是由Recent Health Partners為思康贊助播出。 愛健康,愛自己,盡在為思康。 歡迎大家來到愛健康這個節目。 今天,至稱非常高興,在我身邊坐著一位現任紐約大學的社會工作者。 而這位這麼年輕的社會工作者,看不出他已經擁有20年多提供心理治療的經驗。 亦專門針對文化適應和適應焦慮抑鬱。 亦是為中國客戶打交道的研究生提供一些研討會。 他平時亦有透過一些我們主要的媒體報道討論會, 提升華人社群的心理健康意識。 我說了這麼久的一位嘉賓,就是Gina,陳小姐。 Gina,你好。 你好,很感謝你們今天邀請我來參加這個環節。 好,其實是我們很開心。 因為可以請到社工的朋友和你的經驗這麼豐富。 我相信你也有很多的臨床經驗。 你也是在紐約大學的門診部接觸很多不同的關於心理有問題, 又或者是抑鬱症,又或者是很多焦慮的問題。 所以今天在節目中,我主要針對這些問題去問一下。 你分享一些經驗給我們,好嗎? 好的。 我今天主要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些和精神病有關的資料。 精神病是會影響到我們很多不同的方面。 我們的情緒是會影響到我們的工作能力。 我們的讀書能力。 甚至是會影響到我們和朋友和家人的關係。 很多人在我們華人和亞裔人的社區, 其實都會感受到精神病。 但不會去看病。 Jean,我想問一下, 一說精神病, 一說精神病這個詞, 我們會很害怕。 例如我們有時候, 很怕發神經。 即是被人說自己有精神病, 是否真的會語無論似? 想法又不正常? 很多做一些不為人所正常的行為, 被人很害怕。 這些是否我們所想的精神病? 但我聽你說的那些, 是否不是主要那種激烈那種? 其實最主要那麼激烈那種是有, 不過是佔了很少部份的。 大部份的精神病患者, 其實好像你和我那樣, 是會上班, 或者照顧小孩, 是很正常的人。 而不是我們, 或者看電影, 看到那些那麼嚴重的案件。 很多人其實都有精神病, 但是不去看病。 由於我們對於精神病這幾個字, 是有一種很嚴重的偏見。 剛才我說過的偏見,是嗎? 是的。 我們其實在美國, 從200年到2023年, 即是這23年裡面, 亞裔人士其實是增加了一倍那麼多。 但是,亞裔人士, 看病的亞裔人士, 都是最少的。 是否我們經常是一種, 畏疾技衣, 又加醜不外存, 有事又不同人去分享, 覺得很醜, 自己是不認識到原來自己這個行為, 或者這個生活的方式, 或者我的思想, 已經是精神病的一種, 自己不認識到是嗎? 絕對是。 其實精神病的症狀, 如果分開來看, 是十分像我們平常的反應, 正常的反應, 例如害怕, 或者悶悶不落, 沒有興趣, 悶悶, 很多這些症狀, 我們沒有精神病的人都會有的。 有時就會很難分得出, 哪些是病症, 哪些不是。 或者我們也看看以下這個圖片, 我們可以至少留意到, 我們亞裔人士看病, 比起其他人, 是少得很緊要的。 即是已經有一個統計了? 是的。 如果我們看看這個圖片, 如果我們注意這個圖片, 綠色的部分是代表白種人, 白種人最願意看精神病的, 他們是佔了百分之十六點六的。 如果我們注意紅色這一部分, 紅色這一部分是代表非裔人, 他們是排行第二的, 佔了百分之八點六。 黃色那部分是西班牙裔的, 佔了七點三。 但是我們亞裔人士, 藍色那部分, 我們如果注意一下, 我們看看這個部分, 我們只有四點九。 四點九, 即是很少的。 是的。 這是他們看醫生的統計? 是的。 是看精神科的統計。 紐約市的華裔人是佔百分之十四點三的。 如果我們看看另外這個圖片, 我們會看到紐約市是佔百分之十四點三的。 但是我們布鲁倫日落公園這個小區, 是佔百分之三十四點八的。 即是說, 在這個小區裡, 亞裔人士是很多。 很多。 很多。 34.8%。 是的。 真的很多。 是佔了很多。 但是, 當我們看回我們診所的數據, 我們發現那些病人, 華裔的病人, 亞裔的病人, 只是佔了百分之五點四。 正常來計, 這個社區大概百分之三十五是華人。 應該病人都是差不多百分之三十五。 但是為什麼會只有百分之五點四呢? 那你有沒有計出一個原因呢? 即是說, 為什麼呢? 我們其實沒有精神病, 是你們這些研究人員, 說我們亞裔人士有精神病。 我們好人好者, 一天上班和朋友見面。 怎麼會有精神病呢? 是否你們高估了呢? 我也很想是。 不過, 我們再深入一些去研究這個問題的時候, 我們發現其實不是。 其實是有很多不健康的原因, 令到我們華裔、亞裔的人, 那麼少人會願意去看病。 那些不健康的原因包括很多。 我也想知道, 有什麼不健康的原因? 是飲食、生活、還是怎樣? 各種不同的都有。 第一, 我們對於精神病這幾個字眼, 根本是不太了解的。 怎樣為之憂鬱症, 怎樣為之焦慮症。 對, 怎樣區分呢? 我也想問一下, 其實正常的悲哀、不開心的反應, 以及有些什麼是抑鬱、焦慮, 其實好像距離很接近, 但怎樣區分? 你們怎樣把這幾個名詞的病症區分出來? 我認為, 如果我們只是看一些症狀, 或者我們會覺得, 我們每一個人都有憂鬱, 我們每一個人都有焦慮症, 但不是單憑看症狀, 我們主要是留意一下, 這些問題維持多久, 以及有多嚴重。 例如, 偶爾不開心, 當然人人都有, 這些不代表有憂鬱, 但不是偶爾, 是長年累月, 甚至是不開心的時間, 多於開心的時間。 珍妮, 我想暫斷你一會兒, 我想問一下, 有些人很容易, 小小事是悲從中來, 看到小小人, 很慘, 小朋友沒有飯吃, 可能會看到, 很同情他, 然後影響他全日的情緒, 心情。 有些人就看到, 好像看完一套戲, 看完一個故事, 就會多受善感, 很多事情就想到很遠, 擔心這件, 擔心那件, 有些人都是這樣的性格, 那會不會都算是, 一種精神病, 抑鬱症, 這樣呢? 我們需要看看, 這些問題, 即是說, 擔心日後, 看得出戲, 有一個不好的反應, 看看維持多久, 以及對於人常生活, 有多大影響。 譬如你說, 看了一些不開心的事, 令到你那天的心情, 都不開心, 甚至失眠, 都不算是不正常的, 但是你說, 譬如看了這些, 負面的新聞, 令到你不能上班, 綿藏, 哭, 一邊睡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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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甚至嚴重的時候, 會連食, 擦牙, 洗澡, 都成問題, 我們要看看, 對於日常生活, 有多大影響, 嗯, 嘩, 來到這裏, 我相信大家都很想再聽多些下去, 再看看, 跟著阿Jean再說一些症狀, 會不會是你在身邊朋友發生, 或者甚至自己都會有出現的呢? 不如我們休息一會兒回來再聽下去。